球隊 我想零等杯在去年我們第一次承辦的時候 我覺得是一個小而美的球賽 那當然目前規模還是維持差不多 那我們希望能夠在能力範圍之內 多做一些周邊的 比如說我們嘗試找了網路的轉播的部分 然後球賽的部分 我們也多邀了一個大陸的球隊到台灣來 然後大家互相牽手 大概是 以我們球隊的運作模式 大概在暑假這個時間點要很穩定 恐怕也不容易 因為有很多的磨合包含新生的資質 是不是需要能夠提升上來 然後升高三的球員 他在領導的能力的培養 應該也是需要一段時間強化他的 對 我想這次非常肯定的 就是基金會給我們一些整個正面的幫助 然後也同意我們或許焦點不全然是只擺在球場上 我們有很多生活教育的部分 有很多比如說他們今年暑假也多了時間去參加文學營 然後我們去日本也有一些非球場上的一些交流 我覺得基金會在這個部分給我們很多的支持 讓我們可以有更多 比較廣泛的空間可以去做推散 我覺得就是一個球隊的經營 或是一個地方的經營 應該還是要有一些賽事在這個過程當中 能夠凝聚地方的一些想法跟共識 那過往當然依然有一些球賽 不過林登盃會讓我覺得是更有宜蘭高中的特色 然後藉由這樣的想法會在這個地方上面 我覺得會更有一些發酵的效果 來自然將在這附近地的遭遇 他會長得到這部分 不開心的份開始 對我教會說 會不會有很多殆滅 我會不會下來了 我們要是為甚麼 其實回答人的透過 我會做文字的类、為甚麼 我會做文字的設計 你會做文字的照片